现在时刻洛杉矶的晚间六点整 关注津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 今天是西元2022年7月8号星期五 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 昨天美国时间的晚上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日本参加助选造势活动的时候 被人用自制的枪支开枪刺打死 享年67岁 那么这位前首相的不幸辞事 震惊了全世界 那么今天我们的总统拜登 也已经下令是全国要降半旗三天来致哀 来纪念这位与美国有深厚友谊的前领导人 那么同时在印度方面 国际奥委会方面 也都降了半旗对他致敬 那么在国际方面 非常非常多的世界的领袖都表示 哀悼这位日本战后最重要的领导人的不幸辞事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还原这个不幸的事件 以及来同时回顾安倍晋三的生平事迹 那么今天礼拜五的时间 因为周震选律师这个请假 所以我们邀请的是代班主持人余昊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余昊你好 嗨 主持人好 有约还有罗伦记的听众大家好 我觉得这两天有关于领导人的这个事情还真的很多 你知道吗 这个英国的首相Johnson 他是丢了工作 然后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是丢了生命 真的是让人不胜唏嘘 好 我想我们来谈的就是这个安倍晋三 他这个被人暗杀 那么枪杀他的凶手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才会下此毒手啊 现在查清楚了没有 现在还是没有查清楚 但是我看这个台湾的中时报说 可能跟什么宗教团体有关系什么的 我个人感觉啊 第一个感觉就是 首先你要是说政治理念的话吧 安倍其实已经下台了 我还很少 因为这个日本的首相啊 在二战期间 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啊 这个被刺的确实很多啊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说的话 从统计上来说 日本首相被刺的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比美国总统还要高 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强烈的政治理念 而且都是杀的是有政治理念的在任的这个首相 像安倍这个已经都已经离任了 而且他已经离任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去杀他跟这个政治理念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突出了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传说的很多什么 这个杀手的母亲跟宗教团体怎么有关系了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扯的比较远一点 从这个人的行为举止 到目前来看呢 不太像一个很正常的人吧 美国的枪很多 疯子很多 我相信在日本也是有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所有的行为许子都觉得怪怪的 你知道就跟正常的人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OK 我们这个还要看这个未来的这个调查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个地方非常的讽刺啊 就是日本 它是枪支管制非常严格的国家 基本上它叫极端严格 你在枪支你要枪支在日本 你要买枪价格天价 而且警察还经常造访这个拥有枪支的人 他要看到你家里面去看 你有没有把枪支啊 按照法律规定啊 给妥善的保存 那之前的那种什么调查啦 什么考试啊 那言得不得了 结果发现这一次的这个凶手行凶的枪支 听说是3D打印机打字出来的自制手枪啊 这种东西还3D还可以做出来啊 现在这个技术怎么成这样了 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解一下好不好 我对这个枪的事其实也挺感兴趣的 所以我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图片 但是看起来啊 这个什么3D打印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说的玄乎了一点 它使用这个枪首先非常之大 勉强叫做枪吧 它应该是在一个支架上 可能是个木头架子上面 然后架了两个它自制的钢管 然后呢 它可能利用它在这个海上自卫队的一些经验吧 甚至可能是用 我猜想是用黑火药 就是藏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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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了 那个每个管子好像都用一些黑的东西 像是胶部的东西 缠在那个木头架子上面 那个管子看起来是相当相当粗的 所以这个想起 看起来应该都是它手工的 而且包括中时报也说 就是他们的邻居有抱怨说 晚上近来听见有不明的敲打声 我中上所述啊 我觉得这个嫌犯是自制的 用手边的一些简易的东西 加成一些火药 加上以前在海上自卫队的一些学到的知识 自制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呢 它之所以离这么近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手枪的话 它其实可以离得再远一点 它是离得非常非常近的 而且我看了那个录像 那个录像是完整的录到了第一枪爆发 这一枪打出去啊 有一大片的白雾白烟就起来了 这显然不是一个什么子弹打出来的 看来就是弄得好 就是田庄的这个火药在这个桶子里边 然后放了几个钢珠在里边 至于它怎么引发的 很可能是弄得好 都是它自己点火打着的这种 而且它打了两发以后 应该就不是再有子弹了 就是说它不能够再激发了 所以很可能是它自己制作的一个武器 而且是相当 怎么说呢 相当是拙劣的一个武器 结果很不幸啊 这个武器还是起到了 它本身想起的作用 嗯 OK 哇 这个真的想要 置人于死地的人啊 他会想尽办法 你知道吗 因为在日本 你要买一支枪 这非常非常困难 天价以外 而且那个考试啊 那简直是 我觉得是故意的 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想到 你今天真的想要做这种恶劣的事情 你会想尽办法去找来 不管是刀也好 枪也好 你会想尽办法 所以 呃 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有问题 而且他是说跟政治无关 跟政治无关 你干嘛呢 OK 好 来 我们来看哦 这个 其实呃 安倍晋三 他这个 之前他做的这个位置 这个首相这个位置啊 其实真的很难做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 首相这个位置 以前有一段时间 常常换人 你动不动就换人 一下就被轰下台 很难的 你知道吗 这个里面 他们的这个政治里面 呃 你要能够安抚所有的人 能够让民众也喜欢你 能够就是让国家前进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安倍晋三 他画下一个历史的一个 这个这个据点 就是他曾经是在日本的历史上 任其最久的一位一位首相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必有过人之处吧 他是靠着什么打动了选民 相信了他的执政能力 让他能够创下这个历史 这么长的一个执政的时间呢 你的看法 嗯 我觉得首先可能跟他的经历很有关系 其实二战以后确实是这个 呃 二战以前咱们不说了 二战以后 日本有相当一段时间 到最近嘛 你想像菅义伟啊 呃 他们做首相时间都很短 几个月 这个像他这样 能2006年到07年 做一届首相 然后他因为病嘛 所以他就 可能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他就辞职了 呃 然后他从12年 一直做到2020年 然后也是辞职 呃 还是因为他同样的病了 他确实有这个慢性病 对 那个日本的首相 在二战以后的平均寿命啊 不是他活着的寿命 就是当首相的寿命 是1.3年 就是一年零几个月 那他这个全都算起来的话 他执政时间一共是2800千 打破了他自己的 呃 祖父的记录 他祖父也曾经当过日本首相 所以 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 呃 当然跟他的学识 跟他的党 他的支持 也对他自己的见识很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跟他的经历可能很有关系 因为安倍首先出生在一个政治世间 他显然对于政治的这些操作手段 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而且甚至小 他从小的时候应该有耳闻目染 甚至自己思考过日本 到底应该怎么在这几个大国之间 能够呃 能够站到自己的这个位置 后来呢 安倍到 他可能大概是 因为他那个学校啊 城西学校 呃 也不算什么聪明的大学 这都叫不出口了 所以呢 他毕业了以后呢 他跑到美国短展的 留学了一段时间 他最开始呢 是跑到 旧金山的一个黑屋的英语学校里面 去学英语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 可能他觉得自己的英语实在太差了吧 以后如果要是真的 想 呃 有这个出人头 头地 这个英语可能拿不出手 所以他跑到这边学 学这个英语 那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因为那个英语学校 本身就是给很多日本人做的 然后就很多日本人在哪里 他觉得 哎 发展不大 正好特别巧合的一个机会啊 就是 呃 他在他们家呀 在呃 在他们家的驻地附近 有一个餐厅 这个还是个比较高级的餐厅 他们跟那个餐厅的人很熟悉 而这个餐厅的老板娘呢 呃 是一位生在上海的 我 我猜想应该是一位亚裔 至于是中国人 还是哪国人 不是很清楚 呃 这个人呢 当时正好是在 这个南加州 所以他就 他们时间就联系上了 估计是呃 安倍经常的妈妈 跟这位女士经常有一些联系 那 这个女士就说 他说那不然 他到南加州来吧 我来照顾他 这样他就安排 这个安倍到了呃 南加州了 而且 那个时候安倍呢 可能自己生活的 这个以前在日本生活非常好啊 到了南加州 还是多多少少 呃 有一些不习惯 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在中美台之间 他怎么能够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地步 所以从他后来一系列的这个 所做的事情和证件来看啊 我们第二段可以可以稍微说一说 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独特的思考 而且证明他所做的事情啊 嗯 为等于说为日本创造了最好的一段时间 包括他2006年呃 当选首相以后马上第一个 因为一般来说日本首相都是会来呃 美国 但是他第一个选择的去中国 然后以后他对中国的态度 以及对台湾的态度呃 以及对美国的态度 我们可以从每个不同的角度都来分析他 他其实是选择了一个非常中间的态度 虽然引起了很多的不满 但是不得不说 呃在呃 我觉得小群淳一郎当时六次去进国神社 当时中日的关系已经到了冰点以后 那他上去以后 他的一个破冰之旅使得中日的关系恢复了 当然他后来18年又去了一次中国 呃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官方媒体的评价啊 中国官方媒体的评价都还是说 他没有没有说他是什么为中日呃 贡献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说出了一句就是 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啊 无论是中美台 其实对这一对这个人作为首相的呃 时间所做所形成的一些政策啊 嗯 最起码是相当的理解的 OK 好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 先进广告 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呃 Mbg3被被刺身亡啊 那么这当然是一件悲剧啊 不过呃 这位政治人物其实他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 我想我们待会要来了解一下 有很多印象值得让人回味的事情是哪些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爱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的节目现场 我是赵广瑜 今天针对于这个日本前首相 Mbg3被刺杀身亡的新闻事件 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 那么当然我们待会呢 也会开放我们的空中热线 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发表 哇 这个事情真的是 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啊 因为说句实话 Mbg3他在洛杉矶这个 待过一年的时间 也念过南加大 虽然没毕业 后来回去了日本 但是在这个日本执政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执政的手法 在日本的历史上 创下了执政最长的一位首相的时间 这个不得不佩服他 但是这个悲剧 真的是让人觉得真的是很惋惜 好 那么我想接下来 我们要请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余浩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谈 就是说 他算是年纪很轻啊 67岁 这个昨天这个去世了 那么我想我们来谈一谈 他有做哪些事情 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跟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吧 那我觉得他 咱们先说他做的最 怎么说呢 最失败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Mbg3啊 在上台以后 一直都追求日本的军事 有一个新的突破 那他曾经希望日本能够发展核武器 当然你日本的技术 想做核武器 那绝对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但是因为他毕竟是二战以后嘛 而且他又是属于这个在美国的保护之下 所以他凡事都要 可能都要向美国请示一下 那他追求的 我觉得他是追求啊 说日本发展核武器 实际上呢 他是希望用这个呢 得到美国的这个核保护的承诺 那特别是这次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个战争一发起啊 这个安倍又在想 说能不能 你这个美国就说保护 你对乌克兰也没什么保护啊 那以后日本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所以因为日本毕竟跟这个俄罗斯 还有这个北方四岛之争嘛 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啊 他无论是想得到美国的核保护也好 还是想推行这个海外 就是自卫队啊 在海外执行任务啊 当然是执行维和任务了 最后都是受到了民众的高度反对 除了他在这个政治这个层次里面 得不到支持以外的 民众也非常高的反对 大概60%以上都在反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失败 而且我个人觉得啊 你真的有核武器的话 这个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 这个古巴导弹事件 这个是非常对日本 其实是有一种拓展迷洁的危险性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 2006年他当前首相第一个出访中国 他明明知道当时中日的关系 非常不好 但是他努力的去为这个中日的关系回暖 他知道中国是在他变上一个大国 我觉得这一点 他能做出这一点来就很不容易 当然那一次访问并不是非常成功 但是终究是把当时这个中日的 冰点的这个势头给止住了 那还有一个呢 是我这个还是我的 我在上海那个同学大学的一个表弟 他告诉我的 有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啊 2010年的时候他作为首相 当然是在他放假期间 他去了台北 这个很可能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一种挑衅的动作 但是他到了台北 他做了一件事情 到台北中列辞为国民烈士 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献花 这一点上啊 其实有人说了 那小江淳于郎也去这个中国大陆 在什么抗日纪念馆也献过花 那个不一样的 我觉得那个是 等于说是因为小江淳于郎去 这个进国神社太多了 不得已他要平衡一下 但是我觉得从这点啊 特别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抗日的 就是国民党抗日这一段历史的书写越来越多 我觉得他这个也算是一个曲线的方式 来表达一下这个日本啊 可能对于军国主义的一个反思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还有一个我是非常比较 我个人是比较感动的啊 就是他在武汉这个疫情之初 2020年的时候 他在日本官员中 首先发起倡议要这个赚钱 他第一个专门自己的工资 那么在这种倡导下啊 当时这个很多国家都是觉得 中国有疫情了 那么赶快都都很害怕 可是他这个动作就比较暖心了 等于说在他的这种站点下 当时就出现了一个 有一个在媒体上刷屏的一个事情 就是日本的救援物资上面 写了几个字啊 有一些字我觉得看的还是挺感动的 一个叫做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我觉得这个太有文化了 山川 这个山川这两个字啊 都是三个树 但是山是土 川是河 那异域呢 那是不同了嘛 首先这个山河不同 但是呢 他后面说了 风月同天 我觉得这个用的非常小 我小的时候去泰山啊 泰山有一块大石头 上面写了 应该不能说是两个字 是写了两个符号 第一个是个叉子 第二个是一个像二字一样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 我说这什么东西啊 后来人告诉我 这是四个字 叫风月无边 就是风的中间 把那个边那个三个框去掉 月把那个三边那个框去掉 正好是一个叉子和一个二 风月无边 那日本的这次写的是风月从天 我觉得这个写得非常非常好 那后面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刷屏的 后来还有一些字哈 叫做启约无依 与子同上 这两句话 那很多人要是读过这个 《诗经秦风无依》这一段的话 那就会很感慨了 因为这段诗是这么说的 启约无依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矛盾于 修我哥们 与子同仇 启约无依 与子同德 王于兴师 修我毛己 与子协作 最后是 启约无依 与子同上 王于兴师 修我假兵 与子协行 这里面就是 同仇敌忾的意思了 就是说你们一上 你们一上没关系 咱俩穿一架 干什么 一起去对抗疫情 一起去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里面共同的敌人 就是疫情 所以日本和中国 包括韩国 这个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在以前 一百年以前 一两百年以前 有这种 常年的征战 厮杀 但是在 共同的敌人面前 这个日本社会 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这个 不能说跟安倍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我们也 也说这个 安倍呢 是他比小权 崇一郎可能好一点 但是2013年 他也是亲自去 进国神社去参拜过的 而他以后的 像菅义伟啊 暗权梅雄啊 全都是县地 都没有亲自去 但是呢 这个就是 他好像 当然比小权 崇一郎是要去的少太多了 就去了这么一次 然后他卸任以后 他又是去了一次 还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他对中日韩的一个巨大贡献 就是他当首相以后 当时也可能是他很气盛啊 这个事情做的并不是很成功 但他建立了中日韩这个自由贸易区 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那个时期 这个能够建立一个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能够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个事情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当然也有人说了 说这个人很滑头啊 说2017年的时候 他跟川普见面的时候 打球的时候 故意摔了一跤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故意了 看那个录像就是 他摔的还挺坦的 摔了个人在这个球场上 沙坑那块一半 撞了个360度 摔了个四样发沙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2019年的时候 他去见普京的时候啊 他是一路小跑 可以看出来一脸 一脸的这个笑容 然后一路小跑 从门口一直跑到普京面前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他一个低调的表现吧 他那个会议确实 稍微晚到了一点点 所以他想用这个动作 可能弥补一下 当然了 普京让他等的时候多多了 但是他不低调这些 表现了一个比较低调的 或者一个低的身段 你讲到那个普京啊 我插一句啊 因为他在2002年的时候 他曾经送一只秋田狗给普京 然后所以后来外界认为 觉得说这叫狗狗外交 所以今天普京也痛斥 你知道说罪犯的脏手扼杀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所以这段狗狗外交就现在 哇 留给后人回忆了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些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有些时候 因为日本跟中国有历史上的一些过节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现在才终于告 应该我不能讲说完全消失了 OK 他只能说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那个历史的情节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就是中日之间的历史的情节 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安倍晋三 他二话不讲 他那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像你刚刚写的那几句诗 然后他叫大家捐钱去给武汉 我觉得这个谁也做不出来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基本上全世界都是 就是完全只向中国 就觉得中国有问题 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时候 后来还发散到 我们美国里面的仇视亚裔 你知道吗 什么菲律宾人 日本人 什么样 你只要讲长得像亚裔的 全部都倒大门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日本首相 这个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那个时候 他当时他不会不知道说 中日之间有那个历史的过节 但是问题是 二话不讲就是捐钱 没有第二句话讲 我觉得这一点让我挺窩心的 同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你知道我出生在台湾 台湾那个时候疫情的时候 他没有疫苗 你要怎么办 疫苗都是我们美国的强项 哪里是台湾的强项 那日本有啊 你知道吗 日本他们比较不一样啊 所以日本就这个 美国当然送给台湾疫苗 可是问题是你看看 台湾在哪里 美国在哪里 多遥远啊 飞机啊 那是半个地球以外是 那日本二话不讲 就是觉得说 哦 赶快 就是救朋友 你知道那种看起来 就是真的叫窩心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 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 他二话不讲 他把他薪水捐出去 让所有人去捐救助武汉 然后台湾没有疫苗的时候 他二话不讲 就是自己的疫苗 先给先给台湾用 哇 你知道我看了 我真的觉得说 那真的叫 那真的叫窩心 所以我说 今天我们美国 拜登总统下令要这个 降半旗三天 来纪念这位人士 我觉得他还是有道理的 是吧 你的看法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美国的降半旗 那可能都是 当然一些大事件 可能会降半旗 然后比如说 发生了枪击案 很多人 那一些非常著名的 一些知名人士 死亡了 可能会降半旗 对于海外的人 降半旗 其实也有 但是非常非常的少 我觉得不仅仅是 安倍对于美国 我觉得他对于中日韩 这三方面做的都挺好的 虽然有人说 他是对这个中国 采取的相当比较强硬的 特别是在这个 钓鱼岛的方面 但是他也任命了 一个非常亲中的 这个二届俊博 作为自民党的总干事长 而且当时中国的一带一路 显然是跟这个西方的 这个有一定的竞争的 那作为其实是西方国家的 在东亚的这么一个国家 他也允许这个二届俊博 去参加当时2017年 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 所以我觉得他等于说 不仅仅是对于日本 当然他是肯定是 以日本的发展为第一考量 但是他在平衡中日台 这几方面的观想 我觉得他做的事 应该是屈指可数的几位 而且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他每年八月 他家是东京都的 他每年八月应该回 东京都去扫墓 在疫情期间 他是回东京都了 但是市长说 不许出钱 都在家里待的 他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的 这比Newson啊 比什么那个Johnson啊 这个我觉得他好太多太多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进广告 我们留给听众朋友一点时间 不知道您看到了 这个新闻事件吗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被刺杀身亡 小年七十 六十七岁 这个悲哀的事情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触 以及对这一位政治人物的生平事迹 你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刚才讲过的 也欢迎您可以重复 没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 我是赵广瑜 今天我们节目呢 针对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被刺杀身亡的这个新闻事件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做分析 以及对他的生平事迹的回顾啊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您自己昨天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 以及因为安倍晋三在中国 台湾 美国 这还有韩国之间啊 这个他扮演的角色 其实还蛮重要的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您对于这位政治人物的生平事迹 竟然被一个 几乎是可以讲说 他是一个被疯子杀死的这个人 你觉得呢 他过去的这些事迹 虽然他是一个日本的首相 不知道你对于他的这个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事情 欢迎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 代班主持人余浩和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做新闻分析 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您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说安倍晋三啊 被人家谋害是日本国民的损失的 然后他他那个自己的国民 他那个自己没有生小孩子 是不是 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 他真正做幼儿园那个官司没有上升 所以他表示他很青年 OK 所以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是 他没有小孩 这个一生投身政治 对这句话是 他他这个 他他他一直是爱老婆的这个形象 他没有小孩 绝对是对的 好谢谢你哦 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哈喽 你好宝鱼 是 其实到现在 喂 哈喽你在线上吗 哇我这个电话是不是有问题呀 OK来这个 我们这个先请余昊好不好 来余昊来 余昊你在线上吗 对我觉得这个 我我我当然了 呃他是日本的首相 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日本的政治会了解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方面的反应啊 呃一个是我听了这个赵立坚的呃措辞 也有人就问到就是这个 这个现在有人说哇这个安倍死了是很庆幸啊什么的 呃昨天是7月7月7啊 7纪路高丘事变嘛 OK 那今天怎么就会这个这个人就献祭了他们等等等等 有有很多这样的话 其实我知道就是中日其实包括啊韩日之间的这个冲突 呃历史战斗原因很多 而且很多人把这个呃安倍的爷爷这当首相的时候的一些恶技都给都给叫黑 因为他爷爷其实是战犯了 呃这个 嗯 嗯这个呃呃 呃呃这个呃呃呃 testing 一定是在这中在安倍的 DJI 呃呃呃呃呃呃呃 Free트를. 他是要恢复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 我觉得是这样 显然他是希望日本在这个世界上 能有更多的发言权 和得到更多的重视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右倾 他肯定比其他的几位 特别亲中的人是右倾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OK 好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你好你跟先生请讲 有没有接起来 有没有接起来 OK 我今天电话有点怪怪的 来请讲 我挂了你 你千万别生气 OK 是电话挂你 不是我挂你 来讲 生气也没有 OK 好的 好痛 好请讲 那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 那个2016年的李约 巴西的李约奥运会地幕的时候 不是把那个交给了下一个举办成 是东京吗 对 他结果是他从那个体育场中间的那个那个一个源头钻出来 嗯 搬了一个那个那个Super Mario那个样子出来搞笑那个样子 哇很好笑 哇一个首相怎么能能够这样子来给那个国民带来惊喜呢 我就对他有一点花木相看 我就看后来就一直注意到他 我发现他是很受日本民众的欢迎的 所以他才能当了那么久的首相 好 七一年了嘛 他第二年是七年 是一年 总共八年 是日本最常在位实践的首相嘛 是 这个不是不是没有原因的 OK 好 所以你这是给你的印象 没问题 好 谢谢你 来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 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 好 来 你好 你在线上了 请讲 Hello 大家好 我是希望日本政府能跟1300学习一下 多多办一些这种赵广瑜的节目 你看日本人规规矩矩 其实心理压抑太多了 你看赵广瑜的节目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 像我这个老头子骂一骂 我就不会去弄黑火药了 我也晚上也不会敲钢管了 所以日本政府应该吸收这个1300的前面 来了 来了 讲一讲 请问一下 你还对这个安倍晋三 你还记得他印象最深刻 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 他是山口县的人 山口县的人有山口组 黑道 他是白道 黑道白道他都通 OK 我其实讲到呢 那个陈志勉的时代啊 OK OK 好 来 我们讲安倍晋三 好不好 谢谢 来 你好 你在线上了 请讲 Hello 我觉得安倍这个人啊 你也不能那个从那个自己的政治立场来评下他 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从日本的利益考虑 那当然 所以呢 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恨他也好怎么样好 其实那个 怎么说呢 你应该是 是呢 你穿 也穿那个鞋子的感觉 嗯 起码安倍啊 他是比较清廉的 就像很多西方国家的政要一样 嗯 啊 这一点的话呢 啊 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讲呢 很难做到 OK 所以你你你认为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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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人物 安倍晋三就是清廉 让你印象深刻是吗 对 我觉得他对你不要评论他政治方面 因为每个人立场不一样啊 那当 如果出发不为日本的话 那他根本也当不到首相 所以国人有的庆祝 我觉得大可不必 你心里愿意高兴就心里高兴一下就完了 我同意 我同意 日本首相不站在日本那一方 他做什么首相啊 对不对 就像美国总统不站在美国这边 他干嘛呢 有理 好 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 谢谢你 来 你在线上请讲 电话有问题吗 又来了 你好 你在线上 我觉得哈 这个任何一家的这个 日本的首相 如果在这个清廉中国的这个 这个战争之上 不能够有一个 来来来 我现在讲了一件事情 OK 听我的听我的问题 就说这位 这位政治人物 他的生平事迹 哪件事 印象让你给你很深刻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 所深刻的 他就是为了他的国家嘛 OK 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疫情期间 他还办了一个奥运 他其实可以不办的 你记得吗 他可以赔钱不办的 但是他没有 他一直办下去了 你记得吗 那这个中国 比他办的最好 可是问题在这里 如果他当时不办的话 那是不是就损害了很多 全世界运动员的 他们的生涯 运动生涯 是不是 所以有他先 不是中国先 是不是 好了 感谢你 来 你在线上 请讲 Hello OK 我把中纪关掉 都要我等你 我做现场节目 OK 请这样 OK 我对阿贝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当年日冷造自己的 那个战斗机 叫做星辰号 那阿贝坐在那个架子舱上 面带笑容 左手下垂 实质指了一个数字 就是战绩的号码 那个战绩号码叫做731 我的见到老师 还特地跟我道歉 说安贝不应该这样做 大家都忘记 安贝对中国人印象并不好 这就是我的印象 OK 好 了解了 您好 您在线上 请讲 我对安贝的最大的印象就是 在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 他号召自民党 对中国莫捐捐款 所以说他当时说 不管你是仇华有华 你在这种时候 我们都应该伸出这个援主之手 这是他的原话 所以他这个人是很讲这个正义的 很有这个情怀的人 不是那种小肚鸡肠 你知道吗 那中国人现在都恨他了 是因为他说这个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那台湾有事 肯定日本要卷进来 他讲了一句实话 所以说 你中国那些小粉红都幸灾落后 我觉得 这个东西 一提到日本 中国人就爱说 不要忘记历史 可是一提到俄罗斯 没有一个人说 不要忘记历史 这样子都不是人格分裂 OK 了解 了解 我理解 这个 有些人他可以分开来看 有些人不能分开来看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不一样吧 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 安倍晋三 他在历史上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值得肯定 好 感谢你 来 你好 你在线上吗 是 换你了 我就是想说一下 他这回中枪被刺杀 这也是一个大人物 在那边助选 居然没多少人 就换上安保 我估计还站在街角 那么繁忙的 居然我听众才52人都没有 我觉得这挺奇怪的 我跟你讲 如果你了解日本的话 他们的政治活动 跟我们美国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 他们就是 很多人都会 就是站在那个地方 一直讲 然后你就来来去去 他还是因为是首相 大概有100人50人左右 要不然的话 普通人 你去竞选什么议员 干嘛的 都没什么人的 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 他们的安保工作 做的倒是挺差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就觉得说 你已经卸任了 你没有任何的实权 你跟普通老百姓 没有差别 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想到 还是发生这个事情 我理解 有些时候你看日本的文化 其实跟我们美国文化 完全不一样 跟台湾的也不一样 所以他们有 他们独特的一个 一个政治生态 或者是他们的这种 这种助选的方式吧 好 谢谢你 来 你好 你在线上 请讲 喂 我觉得这个谁 安倍不必贪污 因为他态度是 做生有牛奶肠 所以呢 所以你觉得钱就够用了 我觉得贪污的人 不一定是穷人吧 好不好 这个讲话就有点偏颇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有钱人他就不会贪污 贪污的人就是穷人 不太对吧 这个逻辑有问题吧 好 感谢你的分享 来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先进广告 我们待会再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是赵广瑜 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 安倍晋三被刺杀身亡的事件 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 那么同时呢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 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生平时机 哪一件事情让你印象深刻的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来宾 是代班主持人余浩 好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了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不管是在武汉发生这个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安倍晋三这个请人捐款 那么台湾呢 当时没有疫苗的时候 安倍晋三二话不讲 就是把自己国家疫苗 全部都给了台湾 然后呢 这个安倍晋三在这个国与国之间呢 其实他扮演的角色 他扮演的是一个平衡的角色 其实不容易啊 我来我们听听看 其他朋友还有哪些话 想要一起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1626-585-1300 来你好 你在线上请讲 久等了 在安倍前任或者是后任 都不敢去那个参见那个 靖国神社 因为被中国警告了 然后呢 他每年呢 警告以后他就不去了 每年还继续这个送一些礼金去 然后他率领两国 所有的国会员去参拜 来我理解 这个他是那个国家的首相 他要去参加了参拜的时候 就是看次数啦 看怎么样 但是我想还是 这是他的工作之一啦 你知道吗 任何的日本首相 他都要去参加 就是去参拜的 这个是只是看你多还是少 会对外界怎么解读 好不好 谢谢你 来你好 您在线上请讲 你好 广余 这是没段线啊 不是我挂你 真的 真的不是我 来请讲 谢谢 哎呦天哪 喂 你在线上吗 快 这真的不是我挂你 OK 是真的你的问题 不是我 OK 谢谢 来 您在线上请讲 喂 广余啊 是 你好 安倍呀 有两 有好几点可以在于 第一他是两次竞选 走向 第二 他不是因为竞选 失败 而从手上才下来的 他是因为身体健康的状况 对没错 我问你印象深刻是哪一件事 你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他还有一个 他的那个经济啊 他在日本经济 他走出了这个经济的那个 自长的女子 他所以有一个叫做安倍经济学 OK 这个经济 他的名字命名的 好 他在日本历史上 在几点 他是不可莫名的呀 OK 好 所以你认为 身为首相 他的 他的安倍经济学 让你印象深刻 好 可以 谢谢你哦 我继续来接听电话 来 你好 你在线上 请讲 喂 喂 你在线上 呃 你好 领导人 连接 青年 是应该的 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都做青年的 中国的主席 也是很 来 中国主席 我今天不讨论 我今天讨论的是 安倍晋三 可以吗 你认为他哪一件事情 让你印象深刻呢 我们今天 全国都已经 这样半期了 OK 我印象最深刻的 他就跟随 那个川普去打 高尔夫球 然后 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 还有 我不知道他的笑容是装出来还是怎么 还是满脸笑容的爬起来就马上追上川普 跟着在后面 本来他是不愧打打高尔夫球的人来的 他逼着不赖的就应付川普 来 我理解 美国是世界强国 日本如果跟美国比的话 还算是真的是小国了 当然 日本在亚洲的他有战略地位 他出丑的那一次 真的其实大家记得 但是其实换来的是给美国民众认为觉得说 他为了美国 他为了日本的利益 他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愿意的 其实带给大家感觉是 还真是就是他 他愿意做很多事 你知道吗 虽然摔倒并不是好看的事情 好不好 谢谢你 来你好 您在线上 请讲 喂 你好 广运 现在应该不会掉线了 OK 请讲 请讲 OK 这你打三次来都断线 真的不是我 现在变成你有点骚扰我们了 好不好 好 来 最后一位 你好 您在线上 请讲 喂 这电话 OK 好吧 我要留一点时间 给我们今天线上的这个代班主持人余浩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我就不接电话了 哇 一直断一直断 其实听起来挺难受的 来 余浩 您有这个 两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 谢谢你 好 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反映出了很多有意思的 一些人性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啊 其实 我们对他有再生的仇恨 如果这个人是被 就像这样子 凶残的被刺杀掉 我觉得 我们都应该谴责这个凶手 我更不要说 安倍曾经为中国友好 中日友好 做出过共产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那个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赵立坚 他说的啊 还有大陆澎湃新闻 这个驻日本的记者曾颖 这个这个姑娘 我可能要提一下 在报道安倍近三 遭到枪击的时候 一度哽咽落泪 也许这位记者 你可以说他反应不是很专业啊 这个报道的时候 居然还哭了 但是我非常喜欢 他在他道歉 引号加引号的道歉文中里边 他这么说过 任何恐怖主义行为 都不应该被狂欢 作为地球上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我会永远坚定自己的价值观 做个善良政治的人 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因为是中国人呢 或者日本人的差异 便滋生邪念或者恶意 那一定是像我这样的人 做的还不够好 我觉得他说的啊 不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人 便滋生恶意 虽然他是在日本说的 说的是安倍的这件事情 但我们回头看看今天的美国 仇视亚裔犯罪飙升 我觉得增影的话 对当今的美国 甚至很多国家 很多人 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OK好 希望这个后续的事情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水落石出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真的死在一个疯子的手里 真是不值得啊 真不值得 这太冤了 真的太冤了 其实我们看一看美国有很多的凶杀人 也都是精神有问题的人 如果真的是为了什么原因 我觉得很多人都上了法院 那些那些疯子真的就是想杀人 OK好 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谢谢余浩带来新闻分析 谢谢你 谢谢广云 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 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 还有您的参与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 拜拜